台灣是寶島 不過近看發現他有癌症的症狀 想要解決問題的人會同時發現 我們都是問題的一部分 只能盡量出門帶水壺 但有時候還是會忘記 口渴的時候就只好選我認為最環保的包裝 不過丟了之後也不知道會不會被有效處理 其實資源要回收不但是減少地球的垃圾 材料要再生利用才不會一直耗掉地球的資源 但你的紫容器能否到達這裡只有10%的機率 日本的垃圾分類桶很細 導致後端比較不用花那麼多人力處理 台灣呢常常只有兩個 這是我看過在北台灣 算分得蠻細的公共分類區 有一點混亂 對,現在有一點混亂 因為其實紫類 紫類不等於紫容器 剛剛那個是紫容器不是紫類 所以這邊可能一片混亂 還要被分一次 如果只有兩個選擇 其實要花蠻多人力再次分類 我們現在來到高雄南部垃圾分類園最靠腰的地方 每一天這10個人要處理40噸的回收物 他們每一個人負責800民眾的回收 目前我們這個廠裡面每天進來的那個 支收物的量大概是30到40公噸 這幾個人今天要把30-40噸的回收 分成21個類別 他們每一天要工作八個小時 只有一個小時休息 所以七個小時都是要靠自己的腰力 所以非常靠腰 一個班次就只有五個人而已 要處理到30到40公噸的量 說實在的那個負荷有一點大 所以說希望那個 大家能盡量的把你們的支援回收分得好的話 那我們後端這邊處理就比較簡單 可以降低我們的那個隊員的工作量 當我們把它分得更細 很多支援回收不用想就知道該放哪 不過這兩個大家包含我自己常常搞錯 這兩個回收最後是到完全不一樣的工廠 因為紙容器不是紙類 台灣一年會用掉81個紙容器 紙回收10% 這個工廠要把容器分成紙漿 還有塑膠 所以比其他容器都耗水耗電 我們來做個小小實驗 只用紙來做容器 等於少了一般紙容器都有的塑膠膜 當然嚴格來說用的熱容膠也不是百分之百 這個容器用完了就應該放在紙類 不過我很懷疑它容器的功能 也許是縫縫沒有黏好 但也有因為紙的纖維不夠密 水分子就會穿過去 摺腳已經開始吸水了 底部更誇張了 結論是紙不是好的容器 也不應該放在同一個回收桶 高雄六合夜市是台灣有最多造型分類回收桶的夜市 但大部分的人都不回收直接丟垃圾桶 也許設計不好 也許沒地方洗容器 大部分的回收還是丟垃圾桶 不過還是有人會停下來思考 剛剛紙容器丟對了 但是它的蓋子是塑膠 沒有分開 這個想法是有進步空間 這種設計有被民眾注意到 不過因為每個桶子好像獨立設計 很多人都看不懂 我個人是認為 設計簡單清楚就好了 兩個鐘頭後 累積了很多塑膠以及紙容器 但兩倍以上都沒有分類直接放垃圾桶 等於直接到分化爐 但是高雄環保局有在努力 在大家發大財的同時 也在分類上繼續加油 當然最好是減少一次性用品 垃圾處理真的趕不上垃圾製造 紙類不等於紙容器 讓分類人員不要那麼靠躍 以上訊息來自高雄環保局